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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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自由行想去首爾近郊 又要轉車和留意觀光巴士的行程 跟團交通一程過 確實方便很多 而來到春村 當然要吃這裡的名物 鐵板炒雞了 鐵板上有甜辣醬雞塊 椰菜 年糕 番薯等等 聞到香辣味都已經流口水 店員會幫忙做紫菜炒飯 拌辣雞一起吃就更完美 當然都有齊山菜、紫蘇葉、韭菜炮菜 讓大家包來吃 還有水蘿蔔炮菜 酸酸的也挺開胃 之後來搭韓國目前最長 有3.61公里的三岳山湖水艦車 單程約18分鐘 可以一眼看盡伊岩湖和三岳山的美景 大家還可以連藍牙播自己喜歡的歌 去欣賞這片湖光山色 上到頂再慢慢走上去最高點的天空步道 用另一個角度 附陷春村全景 同樣打卡一流 去到近郊 就是要享受一下遠離繁囂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裡的風景有多分似曾相識呢? 現在身處的神政樹木園 其實是不少韓劇 例如《文化的月光》的拍攝地 整個園區分成27個主題庭園 一年四季來都會有截然不同的風景看 而接近7月的這個時間 就剛好有收求花展 這裡真的好像來到世外桃園一樣 無論哪個位都很Igable 最後可以經雲橋慢慢打卡 慢慢走出去 今天的行程可以說是玩轉海陸空 現在就搭船出發去藍儀島 進來好像去了另一個角度一樣 藍儀島除了到處都是可愛雪人和自然生態 最有名的莫過於是經典韓劇 冬季暖哥的拍攝地 水慘露 在這裡散步真的會不自覺放慢腳步 是很舒服自願的感覺 走之前記得走走走手信店 這些可愛雪人的鎖匙扣 家品等等都很適合裝飾家裡 或者送給人 出番市區再吃雞 這間位於東大門一隻雞一條街的餐廳 連廚神白中原都有在節目推薦過 一隻雞其實就是一鍋 有齊白煮雞、薯仔、年糕等等 店員會先將整隻雞剪成細細塊 再滾一會 建議大家先品嘗原汁原味的湯頭和滑嫩雞件 之後先跟隨正宗醬汁調製的教學圖 在醬碟裡加入適量的豉油、芥末和辣椒醬 這個酸辣醬不單好開胃 還可以令味道昇華 中途記得加入刀剎麵 同樣拌辣汁吃一流 最後一集會遊漢江、逛逛遊客區 和吃整團最最最最期待的一餐 想知道哪樣美食就要看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